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中等老师,David老师 今天还是一样,老师在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些学习英语的知识方面的一些逻辑 今天老师要讲的运音组合,它是ULP,ULSE,ULT,以及ULM 这四组发音,在ULP这地方我们可以发 U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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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your t,out,out,out,your ab,um,um,um 好的,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生词 我们给大家看到都是ul的一个组合 那在ul我们就比较容易发出o,o,o 在uop的地方,op,op,op 甚至有gulp,pulp 在ul se的地方我们发,oose,oose,oose 甚至有pose,pose,pose uot的地方我们发明,out,out,out 甚至有coate,coate,coate ulm的,umb的地方我们发,um,um,um 甚至有crumb,drub,dumb,numb,plumb,thumb 这几个生词 我们看看做一点进阶练习 这个地方我们要更正 它是ulmb 我们再来做一个解释 好,那么先来看,我们先讲一下基础练习 什么叫做vue 什么叫做vue vue也是我们讲的母音或原音 vue 母音或原音 母音原音有 a-e-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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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的母音原因也就是A-E-I-O-U 而在自然拼读Phonic中 我们会把这个母音原因做一些教学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教学 也就是我们讲Long Vows Long Vows 在自然拼读中都讲的Long Vows 也就是我们讲的长母音或长元音 长母音长元音有 A-E-I-O-U 所以自然拼读中讲到这个长母音长元音 就是A-E-I-O-U照着念 再一遍 A-E-I-O-U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长母音长元音 就是A-E-I-O-U照着念 而在国际音标中 看到自然拼读讲的长母音长元音 我们会发现都是由两个符号所组成的 两个符号所组成的 而这两个符号所组成的 我们又称它叫做Depthons Depth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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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在国际音标称它为 双母音或双元音 好的,在自然拼读中 第二个类别最常用到教学面的 我们称它叫Short Vows Short Vows Short Vows 也就是我们讲的短母音或短圆音 短母音短圆音的发音的方式就比较特别了 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五个音呢 在国际音标中 我们看到自然拼读的短母音短圆音 你会发现它都是由一个符号所组成的 而一个符号的 我们称它叫Monathons Monathons Monathons 也就是我们称单母音或单元音 好的,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长母音长元音 这五个钟 会发现有一个并不是由两个符号所组成的 不过在音式的字典 我们会发现这个长母音长元音 e e 后面会有两个点 好,那我们称这个叫做Long Values to this 因此有两个点的 我们在音式的字典叫做长母音长元音 每两个点的 我们称它叫若母音若元音 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在每次的字典是并不会有那两个点 并不会有这样的差异性 好的,我们来接下来一点进阶教学 什么叫做Vals 什么叫做Vals Vals也就是我们讲的 A E I U A E I U 我们称A I U 也就是我们的母音或原音 他的好朋友叫SemiVals SemiVals SemiVals有R W Y R W Y 我们称RW Y是半母音或半元音 另外一个名称叫假性母音 或假性元音 好的,一万二十六个字母拿掉了A E I U 一句RWY 这八个半母半元 还有母音原音之后 剩下的在自然评论中 我们都称它叫做Consulence Consulence 也就是子音 或者是辅音 子音 或者是辅音 好的,我们来看生殖练习 我们今天看都是UL 只不过它的后面的辅音 或者后面的尾音不同 那我们就找UMB的组合 我们就找CRUMB来做一个教学 这比较特别一点 首先我们先看规则一 规则一 我们刚刚讲的母音原音 还有半母半元 也就是当我有母音原音 A E I U的时候 A E I U 母音原音的时候 如果它的后方有RWY 这三个字母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称半母半元 RWY它在母音原音 A E I U的后方的时候 我们称这个半母半元 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母音或原音 而我们把RWY这三个字母 半母半元 如果写在A E I U的前方 我们则称它半影的角色是指音 或者是辅音 好 这是第一个规则 第二个规则 英语 有一些我们常见的两个辅音的组合 它不发音 举例来说MB的组合 它会B不发音 然后M发音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例如说WR的组合 我们知道合起来 W不发音 R发音 或者我们叫PH 合起来变成F 我们称这个 或者NG合起来 发出 嗯 嗯 这个我们称它叫什么 Consonant Diagraph Consonant Diagraph 也就是称二合辅音 二合子音 或二合辅音 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看刚刚这个 C R U N B C是我的Consonant 所以R写在U的前方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Consonant U是我们的Val M是我的Consonant B也是我的Consonant 不过它不发音 记得一件不发音 因此我们知道它的排列的组合 也可以说是直直 母直直 或者我们称它是 弗弗 圆弗弗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生词 我们来看自然病毒的规则 自然病毒的规则 我们通常找到生词之后 会从左向右看 找到第一个母音跟原音停下来 看看它的正后方 有没有其他的母音或原音 如果你找得到 它可能会结合 找不到的话 这单一的母音跟原音 我们就称它的新的名称叫Nucleus Nucleus 也就是我们称和音 和音的前方叫做Unset 也就是首音 和音的后方 我们称它叫Codon 也就是尾音 因此我们知道Chrome 它的首音在CR Chrome 它的尾音在MB 好的我们现在找到刚刚的生词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我们就答我们的首音是CR 然后我们的合音在U 尾音在MB 好我们来做一点操作 好我们来做一点操作 首音 Unset CR 合音 Nucleus U 尾音 Codon MB 好我们看 Unset CR Nucleus U Codon U MB 所以我们来看自然拼图通常规则 合音加尾音 也就是我们称运音或联音 英文解释叫Rhymes Rhymes Rhymes 合音Nucleus 尾音Coda Nucleus Coda Is Rhyme Rhyme 就是我们称的运音 押运的音 或联音 连起来发音 所以我们看自然拼图的规则讲到 通常我的运音中如果是拇指指或圆斧斧的组合 通常我可以得到短母音或短圆音 我的运音中如果一开始能找到母母音或圆圆音 我们就可以判断它为长母音或长圆音 我们的运音中最后三个字母如果是拇指一或圆斧一 我们一样可以得到长母音或长圆音 回到刚才的生词 ULP这个组合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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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拇指指或圆斧斧 所以念短母音短圆音 手语如果是G G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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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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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se 注意它不是拇指一也不是圆斧一啊 我们把结尾一不发音 所以算它是拇指指一或圆斧斧一 念短圆 Op Op P P 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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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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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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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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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Thumb, Thumb, Thumb 好,我们再来第二遍,再来看ULP的地方,我们发音为Ope, Ope, Ope G-U-L-P, G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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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o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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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S-E, 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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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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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的地方我们念, 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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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oat, coat, coat 那麽的叫做, UM, UM, UM CR, crumb, crumb, crumb D, dumb, dumb, dumb N, numb, numb PL, plumb, plumb thumb, plumb, th, thumb, thumb, thumb 那当然我,老师这个收写比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回到最上面 进行第三遍之前,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做一点练习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做点练习 那老师希望呢,是说大家可以去买点字典 或看看线上字典 去查查这些声词,为什么这么发音 老师教你的是自然病毒规则 国境音标的认知 以及运因的逻辑 那希望同学们可以查一下字典 查一下这些字的中文意思 不但要懂得发音 还背起来 所以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ULP的地方 我们念 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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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G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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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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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SE 我们发音为 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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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有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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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的地方我们念 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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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音C C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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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B的地方我们念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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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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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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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 P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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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Th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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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 希望同学们 如果喜欢中文老师 对比老师在那边 提供给你的教学 如果喜欢的话 也欢迎大家 在收看我的 玩我的影片后 可以帮老师按个赞 做个分享 或者你对今天的学习上 有些疑问的话 也欢迎 可以在影片的后面留言 老师看到你的问题 会尽快回复你的 的问题 给你 一些境界的一些答案 也希望 今天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谢谢收看 打算 四 五 鞑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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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